切字串的方法 所以以后的话 那个切字串的话 我们可以跟他讲说 从0 特别主要range后面这个数字 这个0 假如说呢 你从0开始 这个可以省略掉 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加 因为已经是一定是从0开始 除非是你从1开始的话 那你要加 一定要加 OK 如果你是从0开始可以不用加 所以刚刚那个 A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是从1 豆点A加1 从1然后2 如果说你假设 你如果从0开始的话 你可以写这样子 或者甚至你可以不用打 打一个这样就好了 它就是从1 就0 然后再来就是 后面那个数字的话 就是0跑一次而已 就跑第0次 它的边要从0开始 这个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range后面 它这个 如果0这个是可以省略掉的 然后OK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0 豆点 这个其实也可以省略啦 不过如果你 你怕自己将来看不懂的话 你加一下也无所谓啦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不要用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的话 它主要的 这个特别就是说 input的时候先没有转型 直接就用那个字串的方法 然后呢 再利用L1 去算它里面有几个字 OK L1实际上就算 这个输入的词有几个 回来的话就是 如果有5个 回来就5 所以0 然后呢 5的前面一个就是 0到4 去取这个值 那如果说我今天 不要用字串的方法 我要用什么呢 我要用那个 刚刚讲的person的话 那我把这边 另外再增加一个module好了 好 这个module的话 就写成这样了 不过这边 是用那个person 加上除除来做 那哪些地方要改 其实这个地方 一次输入的次数 不用改 可能要改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地方 第一个 input的时候 因为我把它当 数字看待 所以记得 我一定要把它转型 对 把那个98765 先转成 那个没有双引号 的那个数字 先放在Lumber里面 Lumber里面之后的话 它是一个数字 数字之后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 得到正确的结果 你就不能 用缝回圈可能 比较不恰当 用那个坏回圈可能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用坏 坏什么呢 当那个Lumber的值 因为我后面会一直除除 那除除除除到最后的话 就是变成0 有没有 就是你除除嘛 除除 10之后呢 这边变成 9876 再除除变987 再98 再9 再0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的条件 在当它为不等于0的时候 那我就进入到回圈 所以这边不等于 0的时候呢 那我就进到回圈 做什么呢 就是先取那个求余数部分的值 所以我的sum有没有 sum等于sum自己本身 加上什么呢 就是余数 除以10之后的余数 所以Lumber除以10之后的余数 就帮我累加起来 那因为它本身又会先除以这里 因为一样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它除完之后的余数 5会放在原来的0 把它累加 然后再来6 再来7 8 9 就空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如果你后面呢 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Lumber的值怎么样 Lumber的这个值 等于它这个Lumber Lumber再帮我除除掉10 就是把后面的部分去掉 扫一位 扫一位 扫 所以每把余数得到之后 就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给去除掉 所以特别重要先5嘛 我就取得5 然后再来就把这个5给去掉 那再取得6 再把6去掉 再7 再去掉 直到呢 它为0 为0之后的话呢 等于0的 跳里回圈 那得到最后结果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只是这样的逻辑 应该比刚刚 是不是比较难一点点 应该是比较困难吧 还是比较简单 看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不过你习惯的方法 就是好的方法 因为有的人习惯用字串来解析 有的人习惯用数字来解析 你看反正你习惯的方法都OK啦 考试的时候呢 他没有说一定要哪一种写法 所以呢 像我的习惯 即便官方有给我一个参考解答 但是我都仅供参考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没有重新全部重新思考过 我对他的参考答案 我最后也是记不起来 因为他真的不是我的东西 什么时候是我的东西 就是我全部重新思考过 用我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当然我自己习惯 我都习惯切字串 无论哪个地方 像那个VBA也一样 不管反正又当字串 切完之后再加起来就好了 这样是对我来说是最简单 所以你会发现VBA很多地方 我都是这样写 反而这个方法我比较 不是很习惯 那看客人 OK 如果你习惯这种写法 你用这种写法 好 最后来测试一下 OK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刚刚range的部分 如果前面那个0其实是可以省略 也就是以后呢 如果你看到有被省略掉的 那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呢 你如果那个初始值不是0的话 那你可能一定要加加 另外就是 File回圈 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 然后再用求余数 再用除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地方一样怎么样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加等于 另外这边其实也可以 除除等于 除除等于 这种写法 也是一样 个人习惯 你如果习惯这种写法 OK 应该跑没有问题 OK 好 那我们run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这一题应该就可以 就可以完成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我们按照他要的 98765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这边的话 一样就第一个输入跑几次 跑一次 然后98765 帮我加起来 输出 OK 结果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是 帮我跑三次看看 好不好OK 所以三次如果也OK的话 321 32412 2Enter OK 然后呢 再来 他又要再跑一次 所以这边 0 Enter 很右 诶 上 上 要放在 上等于 上等于 等于 哦 因为如果你放这里的话 那他等于就是 他永远不会更新 他永远一直得加 所以你这边特别之后 上的话 你必须要能够他重跑一次 你就要重新再一次 所以这个值怎么样 你就不能放在外面 你要放在里面 OK 所以跑一次没有关系 那跑 多跑一次 因为他如果没有执行这一行的话 上里面的值会一直被存在 那如果存在的话 每一次 奇怪怎么还是上面一个值 这个位置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可能要每一个 所以你如果将来要交之前 你就跑跑看 如果跑出来的结果 假如是你要的结果 那表示应该就没错 0 Enter 这个OK了 再来就是 769 Enter 22对不对 应该也没错 哪一个 就是他前面的数字 你打的那个数字 数字 数字 下面的答案 哦 这个 哦 他这个format number 对 这个值 这个number的值 就是 input 过来之后 number的值 哦 他把它除除 所以他最后变成0了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input的时候 可能要先把它记得 也许这边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是在另外一个 一个number的值 让他可以先预先存下来 等于另外一个值 再存 对不然的话呢 Input 也许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 再想想看 也许你这边input等于 1 然后用这个值 把这个值 传给另外 这个我再想想看 看什么 怎么写 如果不增加 行数的情况下 看可以把这个值给记下来 OK好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最后其实可以再 对可以再加一个 下面可以加一个变数 就是先把number 先放在另外一个值里面 输出的话 也许就另外一个值 输出就好了 也许我就加一个叫number1好了 然后把number先丢到number1里面 最后输出的话 用number1输出 这样其实也是OK 这里也许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里好像没有加那个变数 也是没办法 因为他等于计算完之后 那个值就改变了 试一下 就这一直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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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